听到宇宙广播体操 现在开始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六二三四 七二三四 八二再来一遍 九桶 虫宝宝们大家好 又是愉快的周四 欢迎收看由常谋广播向全宇宙准时推送的宇宙大新闻 我是九桶 我发誓最近是我来到太阳系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了 不幸我们来看看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状态 这只名叫憨憨的猴子 躺倒在地 主人一直在叫他的名字 他都没反应 看来已经热得不省猴事了 赶紧叫救护车 好 两只救兵起来的猴子 抬着担架就来了 主人把他拎到了担架上 好 一二三七 哎 漏了 终于知道他中暑的原因了 胖的 啊你操动了哈 比他还胖的大熊猫就要聪明多了 这是武汉动员里的熊猫维维 抱着一个大冰块 愉快的打起来滚 这熊猫摊 姿势到位 然后和他一样 穿着毛大衣的北极熊 心情就不太好了 虽然在冰柜里 但毕竟没有北极的严寒 更何况这还是在广州 瞧他委屈的表情 成了今年夏天最悲伤的北极熊 好 接下来这只 估计是今年夏天最崩溃的海龟了 早上人们来沙滩游玩 发现了他 估计这只海龟 是想看看凝晨四点的太阳 结果太阳一出来 太热 没来得及爬回去 就这么搁浅了 好心的游客们一看 这要渴死啊 赶紧合力把他送回了大海 目送着海龟游回大海 大家露出了慢意的笑容 不过随后有专业网友指出 海龟很可能是上来 馋暖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人类 澳条是个温和派 环保主义者 他拒绝放生 这种极端行为 专对自己下手 听说最近他在家 连空调都不开 就是因为不想把热气排到外面 这实在太令人感动了 希望大家多学习 来让我们看看他有什么 避暑小技巧 水 水 给我水 给我水 去 避暑小技巧 最近技巧发生了什么 今年是鄂尔尼诺现象 对中国影响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 鄂尔尼诺现象 指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 温度持续升高 干旱和大雨 在不同地区 同时出现了气候异常现象 2016年是2014年开始的 超强鄂尔尼诺事件的结束年 趁着农王萧敬腾赶去南海主持正义的时机 来自西方的鄂尔尼诺神秘力量 突袭了他的大本营 北京 来了场大暴雨 北京各城区宣布进入看海模式 除了故宫 因为惧怕荒宫内的荒家龙器 鄂尔尼诺只是渊源的施法 但没想到 立即600年考验的故宫排水系统 并非浪得虚拟 使出一招千龙涂水 立马把水排出 甚至从高到低的地势 留了个一干二斤 但是居住在城区的小赵先生 此时就不太高兴了 故宫没事 咱老百姓糟样啊 出门这个外 征途都是汪洋大海 打开外卖APP点个餐吧 还给我吃到 这一切的怨气 都积压在小赵先生的心里 再看看外卖小哥那样 一看就好欺负 不管了 开喷 东露铺我有关系吗 我叫什么是体电刀 保密 保密 这怎么呢 你长得起来怎么 这不行了 你这什么呀 这都不是 保密 就是今天外面下雨 这好多地方都 我订个餐 旁边都走了 为什么呀 你说什么 你长得 你长得 你怎么 你长得像 你永远都不像穿的样子 对吧 那我看看这 多操不然啊 视频里骂人的男子 如此牛逼 怎么不去住故宫呢 那你没水啊 我们生活中 总有一些负能量满格的人 永远愤怒 永远一言不合 永远得女不饶人 根据规定者 人寿保险公司调查报告 这种人的平均寿命 远远低于正常人 你想 假设小赵先生 这次遇到的是麻家局 他现在还活着吗 江湖传言称 泰国人妖 遍地走 美女到处有 这句话 真是一点都不讲 泰国有最美的 捡垃圾小姐 小时候经常把母亲 翻拉机桶补贴家用 后来一不小心 拿到了选美比赛冠军 翻拉机桶就从补贴家用 变成了环保行为 泰国还有最美的 肥胖郑小姐 自信 勇敢 抑制 是胖子们心中的女神 最近听说她开始 进军中国直播市场 中国男性观众 获成最大输家 美女的作用 无疑是巨大的 最近泰国又有一位 护士交接火了 被称为21世纪的 南丁格尔 现实中的天使姐姐 会移动的 麻菲振充剂 疑似拥有让人 起死回生的 神奇能力 1995年出生的她 本来只是一名 普通的护士 没想到在被网友 人肉搜索出来后 她所在地区的疾病 发生率 就开始异常升高 患者多为年轻男性 多感冒发烧 均主动要求 在屁股上打针 在受到治疗后 普遍就有见效快 一反复发作的 冥床特征 在得知很多患者 是主动 把自己弄感冒的宅男后 她也受到了 很多经济公司 拍摄切针的邀请 那么她到底是要 做一位治愈力MAX的护士 还是安心做个网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位漂亮的小护士 活了之后啊 亚洲各国粉丝们 反应也是各不相同 这么漂亮 一定是个男孩子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鼻同一生 求主动一身 年系风是斯密的 求老司机 叫这装饰怎么化的 PS万岁 每年的7月29号 是世界老虎日 但最近北京有只老虎 可能没法好好过这个节了 因为她伤害了 来参观她的人类 那是上周末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小白 小红 小黑 三辆车行驶在 北京八达里 野生动物园内 突然小白停了下来 一名女子打开车门 冲向了主驾驶位 天哪 要知道这里可是猛兽区 严禁游客私自下车 小黑这件状 也赶快加速跟了上来 好像生怕错过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 就在这时 一只老虎从女子身后 冲出将其拖走 可以看到 她老公和他妈随后也下车 试图吓退老虎 而该动物园的巡逻车 也在事件发生后的 十秒内赶到了现场 但是很遗憾 最终她母亲 被另一只老虎咬死 她自己受重伤 根据报道 这是一家四口 车上还有小孩 女子下车的原因 可能是夫妻吵架 但其亲友 表示一定是她误以为 已经出了虎缘才下车的 一般出这种野生动物园 都会有好几道安全门 这也是误得可以 该动物园随即被停业 整顿处理 当事人监管部门 动物园老板和老虎 都很不高兴 唉 你说这老虎咬人 怎么也不看着点 动物园难道没告诉老虎 顾客就是上帝吗 没叫老虎对的上帝 要文明礼貌吗 还有动物园 你又哪怕喊游客 不要下车有什么用 这和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这些安全标语 有什么区别 有些人根本看不见的 我建议 还是在动物园外 放个IMAX剧目 让游客都戴着3D眼睛 看比较好 这样就不用误以为 有没有出动物园门了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开车不吵架 吵架不开车 要吵 自己打地去拔打你 憋带着吗 鳄鱼跟恐龙一个年代的物种 凶猛的肉食类动物 但随着人类的出现 它们被挤出了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如今地球上这种生物快要灭绝 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羊子鳄 被称为活化石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但鳄鱼的心理是不服的 我堂堂鳄鱼还需要保护 所以在它们内心始终有一个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撒撒野的梦想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前不久因为洪水影响 安徽乌乎木农庄的羊子鳄 集体越狱了 一共跑出去92条 当这些鳄鱼来到外面的世界 肯定心想这下终于自由了 可他们只猜中了开头 却没猜中结局 这些羊子鳄越狱后 龙庄迅速组织人员展开了搜捕行动 生怕他们伤了人 经过不懈努力 前几天终于有了一条鳄鱼的消息 被村民煮了 六名男子是在农田里发现这条鳄鱼的 勇敢的他们既没报警也没跑 当即就将鳄鱼乱棍打死 打死后要怎么处理呢 一看这东西吃了估计大补啊 他们拿着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羊子鳄 直接给你扔大铁锅煮了 而且吃之前还不忘拍视频发个朋友圈圈呀 随后警方根据这条线索将他们抓获 这条鳄鱼躺在锅里时才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像他们这种凶猛的动物也要被关起来 原来不是环境太恶劣 是人太危险啊 奔向着出去就自由了 没想到直接踏上了西天路 提你一条鱼 又如何能躲过久久81种吃法呢 所以下次再越狱 带着猴子带着猪 那样至少你不是第一个被吃的 在某些特别的场合如果想起了不合适的声音 那就很尴尬了 比如开会的时候你的手机突然响了 在比如结婚的时候 思怡突然唱了一首特别的歌 这是泰州陈先生的婚礼现场 思怡就这样忘我的唱起了这首 真是如此意味深长 快乐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思怡在新人面前唱这首歌时 心中肯定思绪万千 回想那年我是爸 他也是爸 那时候每天给他买早餐 陪他上自习 晚上一起坐在操场上看星星 如今他结婚了 新娘却不是我 后来思怡在现场又放了十年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些悲伤的情歌 最后新娘实在受不了拉起思怡的手 报警了 是真的报警了 事后婚前公司是这样解释的 每个人和他的理解的定义不一样 他并不认为这首歌是完全就是说 是叫分手歌 因为新娘一直说其错就是要分手歌 可能每个人表达的观念不一样 嗯 说的很有道理 每个人对歌曲理解确实不一样 比如这首试炼阵线联盟 我也不觉得它是一首分手的歌 我的理解是这是前人们交给女孩现在的老公一些经验 让她更好地照顾女孩 毕竟作为前人 他们是最了解女孩的 不信我给大家解释两句 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总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哎 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说明这女孩比较放得开 性格好 只要大善都会留下号码 那后来又为什么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呢 是矜持吗 还是说家里还有别人 哎 这就要体会体会了 有时还要根据上下文判断 我们接着往下听 我们这么在乎她 却被她全部抹杀 越疼她 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我们啊 我们这么在乎她 说明当时喜欢她的人很多 具体是同时跟她谈 还是一个个按顺序呢 从这句话中就不好判断了 总之都被她全部抹杀了 你越疼她 她就越不回答你 始终跟你暧昧 把你吊着 哎 说明女孩情伤很高啊 对待备胎的手法 非常的娴熟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她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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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她 为什么要在记忆里面画三个叉呢 我想这里我就不用解释了 所以这是分首歌吗 这是一首彻彻底底的祝福啊 只能说肆意在婚礼现场冒着被打的风险唱这首歌 真是用心良苦啊 所以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理解 我决定二条以后 婚礼现场我就放一首写实的祝福歌 接下来让我们来操心一下美国的国家大事 被粉丝视为希望之光 被反对者视为第二个希特纳的特朗普先生 最近心情不太好 你胡说 他不是刚当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吗 心情肯定好的小气强 我相信你要是看了他老婆 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 就不会这么说了 找官方ats во erst离开 像有宫 awake heart Americans for what you want in life 唯一 the values that you work hard for what you want in life that your word is your bond that you do what you say you're gonna do that your word is your bond and you do what you say and keep your promise that you treat people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that you treat people with respect because we want our children and all children in this nation to know that the only limit to the height of your achievements is the reach of your dreams and your willingness to work hard for them because we want our children in this nation to know that the only limit to your achievements is the strength of your dreams and your willingness to work hard for them 几天之后抄袭事件中的另一当事人 第一夫人Michelle在电视机前开心地唱起了歌 现在你后悔要把中国人遣送回国了吧 这就太过分了 特朗普很生气 一个过期第一夫人凭什么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把笔圈给撞了 有种去巴大林炒个家 好生的特朗普当然要找回面子 他在米西尔唱歌的同一天 以更装逼的方式出场了 那是一首荡气回肠的今夜无人入眠 当纯正的意大利难高音 标到最高潮时 他带着自己的logo出现了 你看装完逼就跑 这不是挺开心的吗 你别急啊 这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 你看最近特朗普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抱着一只四美洲豹 一起笑容满面的登上了媒体头条 共同完成了坑爹成就 让我不禁发问 你们母子真的不是希拉里派来的间谍吗 有环保主义者表示 猎杀动物还跟他们合影 真的是21世纪最可笑的事情 哎哎哎 别指三骂怀呀 不过二儿子这次还是很自信的 对自己的猎杀行为 他表示 捕猎并不代表杀戮 这也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方式 呃 我仅无言以对 顿装逼 天下共十斗 二儿子独占八斗 特朗普得一斗 他人共分一斗啊 怎么样 你要是特朗普 现在还笑得出来吗 面餐的兔子问 九筒 我爸昨天特忧愿的问我 我和你男友同时掉水 你是要你男朋友 还是要我这个爸爸 呃 你应该这么回答 当然是要你 把我男朋友救起来 无知者问 九筒九筒 假如你为了讨好女生 请她闺蜜看电影 结果她知道了 就不理你了 怎么办 你这思路也是奇特啊 按你这逻辑女下去 你这是应该告诉她闺蜜说 其实我根本不想跟你看电影的 我就是为了接近你的女生闺蜜 哎 这样做逻辑上就顺了 再见 亚斯纳文 九筒 妹妹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 但她除了感情方面之外 都比较低幼 没什么常识 很担心她分不清国外的文化 与国外的恶习 在那样一个少了各方面约束的大环境 跟着学坏 分不清放纵与自由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她最后回国时 少些后悔遗憾呢 你这也做不了什么 只能说交友很重要 朋友会影响她的行为 你只要关注她交了什么朋友 就大概可以了 或者她能找个不错的男朋友 你也是可以的 欧斯纳文 九筒九筒 怎么看女孩子兄不被骂变态 这还不简单 你可以 嗯 不知道 哎 差点就被你带到沟里去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九筒空间站 有什么问题 就在公众号上提问 我会每期选些问题 在节目结尾回答 偶尔还会在上面发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我在空间站等你 好了 我们下期见 谢谢这位好吗 我应该给你灭离了 我应该是派线 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